第四届台湾国际房地产博览会 9月27日在台北新光三月 新一新天地盛大开幕 本次博览会不仅聚集了众多优良厂商 也结合了未来居设计奖 台北时光之墙摄影特展 以及多场大师讲堂 开幕当天吸引许多民众热烈参与 日本台湾不动产协会会长钱妙林 率领日本数十家优良厂商回台参展 与台湾业者进行面对面接触 是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 今天很荣幸地会当这个大会的协办单位 那我们日本也来了十几家的厂商 那日本呢它在投资方面 唯一我们觉得是最可教的就是 我们的投资是非常的稳定 可以带给大家很稳定的收入 那不管在制度方面 我想都是非常的成熟 那从小着一千万到大折几十亿的物件 我想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的美味厂商去好好沟通 那日本的话永远都是我们台湾不动产最好的伙伴 那也希望藉由这次的机会 让我们的厂商能够跟台湾的不只是消费者 也能跟我们的不动产的先进们能够有更好的活动 日本台湾不动产协会事务局长林嘉庆表示 日本租资制度成熟 台日双方会因租资制度的差异 影响不动产交易 因此需要协会协助台湾人了解日本的制度 让台湾人能够顺利在日本买房 台湾这边有租资管理业 这个部分因为台湾刚上来不久 所以在日本这边我们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租资管理的市场跟一个制度 曾经就是内政部也有带领就是产商跟工会来日本这边视察 那我们的日本台湾不动产协会有帮他们就是了解日本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有时候日本跟台湾的租资文化有时候有一些不同 那当然这个租资文化这个租资的制度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不动产的投资 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就是我们去参与 那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台湾在做的一个交流之例 本届房地产博览会是第二次与日本台湾不动产协会合作 台日不动产交流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日商中口先生表示台湾业者对日本不动产有一定的兴趣 未来台日双方有机会可以共产庞大效益 台湾国际房地产博览会执行长张俊玲也提到 希望往后不仅是东京地区大阪 横滨 北海道都能有团队来谈销售 不动产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并不会是一个狂掌或一个狂点 其他这样对台湾人来讲它是比较信赖的 虽然它的投资报酬率并不会非常的惊人或非常的高 但它是非常的有努力 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博览会其实是每年只有一次而已 并且是属于大型的 那将来也希望跟日本都能够规划一些小时的 可能就是日本可能10家或者是几家 那专门在台湾来办一台比较精致的比较准确的小型的销售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每半年就来举办一次小型的日本的房地产人物在台湾的特销会 甚至能够加上日本的旅游或者是一些养修食品或者是一些住宿等等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除了房地产之外 让台湾的消费者更有趣的一些的购买的一些的动作 他也期望日后可以带着台湾的开发商以及建设商到日本做展销 让日本朋友也可以到台湾买房 是台日不动产交流的最大目的 台湾新闻台北报导 银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